早上的7點15分 趕快要來關心天氣資訊了 要來告訴大家 這個禮拜在北部 還有東半部的變化比較多 主要就是因為這個禮拜 會有兩波的東北季風 接力報導 相較之下 其實中南部的影響 就比較小了 但還是要注意日夜溫茶大 馬上透過衛星雲圖 就要來說到了 其實在今天 東北季風是持續減弱的 全台灣雲量變少 水氣也會減少 所以全台各地在今天 大多是一個多雲道晴 陽光露臉的好天氣 只有在東半部地區 還有大台北山區 可能會有零星的雨勢 但是在台北呢 跟昨天相比的話 這個降雨是明顯的去緩下來 而早上呢 其實在中南部地區 容易會有局部雲或是霧 影響到能見度 所以提醒用路人 你開車上路 一定要注意行車安全了 而在溫度的部分 就要帶你來關心 目前外頭的室外溫度了 可以看到目前在北台灣呢 大概是19到20度之間 而另外在南台灣的部分 則是在18到19度之間 而另外花蓮目前是18.8度 台東則是來到了20.8度 其實在今天呢 各地早晚低溫 都是在17到19度之間 但部分的空曠地區 還有近山區的平地 低溫會再低一些 體感上還是偏冷的 但到了白天 溫度就會開始往上走 北部是回暖轉勤的 高溫可以來到24度 而其他地區呢 則是25到29度之間 感受上呢 非常舒適也很溫暖 但是中南部 日夜溫差真的大 可能會來到10度以上 還是要提醒 早出晚歸的民眾 要適時調整身上的衣物了 而再來就要來看看 這個禮拜的天氣變化了 剛剛也說到 在今天呢 其實東北季風是減弱的 全台各地呢 大致晴朗 溫度也會回升 但是也可以看到呢 其實在明天第一波 東北季風會短暫增強 是快閃一天而已 它來得快 走得也快 到了禮拜三的時候呢 各地氣溫又會回升 而且這一波呢 水氣是偏小的 所以禮拜三之前 都會偏乾 但是你看到 來到了禮拜四 第二波的東北季風 又要增強了 而這一波的東北季風 就會帶來水氣 所以到時候 桃園以北 東半部地區 都會間歇性的下雨 而新竹以南 則是維持了多雲稻晴 當然在溫度方面呢 北台灣是整天有涼液的 而中南部 還是要注意的 就是日夜溫差大 而到時候地溫 預估下探來到15度左右 當然也可以看到呢 這第二波 影響的時間是比較久的 會持續到下個週末 而最後的氣象小丁寧 就要說到了 在今天天氣還不錯 只有東半部地區 大台北山區 偶爾會有零星降雨 但整體來說呢 是回暖轉晴的 而在中南部則要注意 高溫有機會來到29度 甚至29度以上 這日夜溫差大 但是未來幾天 有兩波的冷空氣 是接力報導 低溫下探15度 水氣方面呢 就是先乾後濕涼 當然如果有下雨的話 體感就會覺得 涼冷涼冷的 而中南部的民眾 也不要被外頭的陽光給騙了 還是要多穿一點 不要冷到了 以上資訊 並提供給大家的乘客